大家好,我是婷子老师 因为国中课本都是分别介绍这张政府的五院 我觉得很难一次说明五个院之间的互动关系 所以我发明了一个五院风筝图 不知道大家有玩过RPG游戏吗? 每一个角色都有擅长的秘迹 也都有自己最怕的角色 如果当成游戏工业来看 同学们可能比较上手 或许会比较能理解五院之间必要的制衡关系 所以以下挑战用一个图一节课讲完五院的制衡关系 那我们开始吧 从小朋友开始 就有三个人然后是三个人去整理嘛 然后有水人找床 就要总有薪水就要有钱嘛 就是因为我们给他很多钱 所以他要问我们负责任何负责呢? 一 不知道 好就是要电影问政策 然后呢就是照顾 除了总统之外 上一段我们说还可以宣称合员 立法委员出在哪边? 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 好 立法委员我们说是台湾专属 在世界各地他的总称都是国会 可以齁 好喔 然后我就说美国的国会是参议院、众议院、英国的话是上议院、下议院之内的 那我们可以选 我们可以选立法委员 以及众议院、众议院对我们 负责 怎么负责 好 就是红维C可以跟他讲 等一下红维C可以跟他讲 这请他在直选时候转交 就是交由这个 行政相关的首长 我来跟他说明 这样子 好 我現在要往左邊掌 就是有一個特別紅的叫什麼 不是不是 賴清德 請問賴清德現在是什麼 男生在院 好 其實在院長 其實這院長怎麼來的你知道嗎 誰選的 去年有一個影片 有一個人在講說 有一個女生想要跟他男朋友分手 那為什麼要說 因為我男朋友好笨 沒有長次 他居然問我說 什麼時候可以選習政院長 然後他就覺得很棒 主定了他都沒有長次 來 誰就找什麼選的 總統選 總統選 好 為什麼總統選 來問問大家 班長是誰選的 老師 為什麼要老師選 因為老師在 班長時間沒有那麼長 沒有像小學那麼多 所以到那個時間是那個 班級幹部幫忙 就是急的 那他就選擇可靠的 然後他吸的 同理課證 總統就常常在行政院裡面啊 所以 可能大部分政策 都行政院執行的 所以他給派一個 很大的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在哪一上班呢 行政院裡面 那跟立法院一樣 行政院是專屬台灣的名稱 行政院在世界 對國雷的總稱叫做內閣 聽過嗎 內閣 然後所以行政院的長 也有一個總稱叫做隔魁 聽過嗎 隔魁就是 魁就是厲害的人 所以內閣裡面最厲害的人 他一樣長就是隔魁 就是行政院長這樣子 好 那行政院長是總統選的 可是我們身為一個知識分子 我們不用選這個話 我們要用一個政治 用比較認定 所以以後你就變成知識分子 就是說 總統認定行政院長這樣就很帥 好啊 OK 那我有一個疑問啊 行政院裡面有很多部會手掌 比如說教育部長啊 外交部長啊等等的 這些人是怎麼來的啊 誰選的 好 今天你們 沒有 你們今天學育部長 要做教師務職 他的這個幫忙的人是誰選的 他自己找的是什麼 他自己找的是什麼 因為他很會畫畫 但會擠東西 他在旁邊有開文書店 所以他就自己找 如果要保學袍呢 應該會不然會保 如果要老師選呢 也不太適合 所以同理可證 行政院裡面的 他的老闆就是行政院長 所以呢 他一定找自己的屬下 所以他是這樣選的 但問題裡的行政院長 是開門找來的嘛 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問一下 公公的意見 所以他的那個 裡面 教育部長 外交部長 產生的方法 是寫 行政院的院長 寫了一張詞 然後呢 寫好之後拿去跟蔡英文 潮的 公公啊 你覺得 這樣子可以嗎 這些人類嗎 這些人類嗎 那我覺得實際狀況 他們可能是坐下來吃便當 還會決定吧 應該是這樣 所以他就是 有人成功 一頸走投人民 那就是行政院 部分的產生上線喔 那各位同學發現 我們今天玩的 我們跟RPG出了 我們院家總統 那請已經介紹 三個角色出來了 那另外還有三個角色 從哪裡來呢 什麼角色不見啊 對啊 司法還有 考試 監察 先考慮一下 蔡英文對立法院之間的關係 因為總統 為什麼我們 徒徒立法院 是代表我們的 所以總統要對立法院負責 這件事情沒有問題 但總統還要再提名一個人 一些人 提名 司法 考試 監察 或三個院的重要人物 我們裝修是這個GuruMans啊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 包含什麼 考試 委員 然後審計 長 之類的 就很多 很多角色是有這個總統 提的 但是不是全部 哪一些呢 請你回頭自己看 自己的課本 上面有信 好 那 所以如果我是蔡英文 我就說 我把阿公當司法院長 把阿媽當考稅 然後阿伯當監察院長 這樣可以嗎 為什麼不行 蔡英文皇國 對啊 那世界上 有些人家的確設計得不好 就變獨裁回家了 所以呢 不能讓遊戲完成這樣 這樣子 如果大魔王 權力太強的話呢 他會 就是沒有什麼好玩 他要把他一點 就長八達 就兩分鐘白白 就沒有什麼玩了 所以我們得要發 一個特殊技能 給立法委員 叫做 可以 同意權 這三個月的人士 如果中號寫好了之後 他就會加張單子給立法委員 然後讓立法委員來同意 他就會看一下 然後阿公是司法院長 阿嬤是考試院長 阿伯是監察院長 這樣可以嗎 不行 所以一百三十幾個 一百五人就會決定說要把他退回去 有一次監察委員的人選 就是定得不太好 所以他們就跟著退了一半回去 請他們重新決定 好的 那這是一個 中間會有一個大混戰 所以我現在先不講中間 我們那個考試院跟監察院是 尊重山先生幫民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先從 你叫與世無真的小角色開始講 那三個角色 讓他們比較多時間 負責自己的職限任務 他主要不跟大家打 大混戰 所以我會先從 這與世無真的考試院開始說好的 考試院會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考選 最近 交考跟補考 讓他放一放 如果我要選 中央各個院的公務人員 就是由 考試院來負責 他會辦的就要跟平的考試 那有時候 地方政府也會辦 比如說桃園是會辦 桃園的地方可考 然後至於教育部裡的人 就一定是中央辦的 好 選各院的公務人員 好 那 考試院之後還沒結束 因為後來這些人能做好 如果他做得很好 就讓他升官 然後呢 甚至做得好 最後就退休了 然後有的人做得不好 可能就會扣心 或者是所有講解或等等等等 升官那些 是由程序部來負責 所以考試院就分了兩百 一個是考選部 就是程序部 請問大家一下 幾歲可以考公務人員啊 好 其實高中必須可以考部考了 好 所以高中必須可以考部考了 看你是什麼科目 你會有特殊科目跟一般科目 一般科目是公民科考的內容 所以我那時候考公民科教程的時候 就有買部考的選擇題過來寫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介紹兩種要分別的公務人員好了 有一種公務人員 每年考就有幾千個人 考試中考是扛殺來考 幾千的取一個 基本是什麼隊 上次有講嗎 有 有 好的 那在清天隊 然後那如果你們也拿好的 法律就在路來考 那上次我們還拿調查局嘛 對 就是要考體能 然後呢 又要考那個就是彼次 而且要限年定 好 所以上次考試因為有講對不對 那天長講了嗎 還可以 好 那再來講天長 天長的工作是 我們裡面的糾纏對 那不得看大家有沒有 我們可以做的來不認真工作 好 所以呢 那就調查 調查完之後有三個工作 第一個叫做 糾正 糾急跟男的 好 安全訊息 好 看好 今天有一個工作人員 在上班的時候睡著了 不認真 你就使用 糾急 好 就是用糾急 然後要跟他老闆講說 老闆 你們家有工不太認真 好 上班就睡著了 好 所以這就是糾急的方式 那今天這個規務的人 如果他是犯法的狀況 那他如果是違法的話 我們就會使用彈盒 只要你看到彈盒 兩個字就代表他犯法 所以好 那彈盒你直接再看 監察院提完之後 第二關是有哪一個 猜一下 哪一個就比較適合 好 司法 為什麼司法 因為只有司法院的角色 有法律技能 其他角色都沒有法律技能 所以呢 要看他有沒有違法 就一定得要送到司法院去 他來這兒還沒有錯 對不對 好 所以彈盒就亂送司法院 他接受證是怎麼樣呢 之前我大學的時候 市政大 然後我的學校呢 旁邊有一套 然後回到租入什麼機梅西法 然後呢 這個時候 校長就蓋了一個很漂亮的電梯 透明的喔 兩三層樓高喔 在河旁邊 然後呢 點溫很大 我們也有很多人去打 這樣子 然後呢 男生宿舊也沒有 就是沒有熱水可以洗 有時候就變冰水 因為忽冷忽冷的 他那個旁邊都沒有人 所以後來這件事 就在修正 好 接下來他提救著說 你也太亂花錢了吧 你是不是應該把錢花到需要的地方 所以呢 這兩個是對人的 這個是修正 這個是違法 這是對機關 嘿好 我講完了喔 接下來介紹司法院 我又想起 我覺得幫你準備另外一支麥耶 因為我覺得他今天聽起來怪怪 又覺得嗎 好 那可以 這誰的那一支麥 我可以跟老師在家嗎 我可以 好 那可以騎一個人幫我 救吧 我可以跟他 誰啊誰啊 繼續好了 繼續 隨便 還要沒差 沒差 沒差 對 為什麼他究竟那麼脆弱 他累了 我也累了 好 沒有啦 他想放假跟你一樣 對 對 但別再保衛了我們親愛的周秋節 不是 國慶 為了我們親愛的國慶日 我們要接一下 看實施 承見 國慶小雄愛 這樣會有 喂 喔唷 哈哈哈哈 那好 哈哈 我還穿手機一下 那就穿手機好了 不是啊 沒時間 好繼續 所以司法院有三個工作 一個只有審判 一個只有解釋 一個只有承接 唉唷 這樣會不會很容易跌倒 不會啊 真的喔 各級法院 有哪一些呢 比如說 我隨便講給你聽 比如說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地方法院 世衛財產法院 少年法庭 然後 還有什麼 好 這些很像是連鎖店一樣 分部在台灣各地 有很多分部的這種法院 他的老闆都在司法院 對齁 那另外一個叫 憲法法庭 憲法法庭 是大法官組成的 然後他是在司法院裡面 我不確定地址在哪 不過他是下屬於司法院的 那像是今天如果總統違法 的時候被彈劾 就受到司法 法庭 憲法法庭 然後呢 如果正常違憲 結散的時候也是從這邊 他一般居民就送到各地法院去 好的 另外一個介紹解釋權 在司法院裡頭有一批人 他們的名字叫大法官 那大法官是負責解釋法律的 他並不是像博文老師一樣 這樣念解釋給大家聽喔 而是有時候我們有制定法律 那他會就是違反憲法的原則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喔 以前中華民國人規定說 如果這個同學 他非常喜歡幫忙按摩 希望按摩別人的這種 未來要走這一行 他就得把自己給戳銷 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規定 只有市場者可以從事按摩業 你不覺得對他來講不公平嗎 他只說想按摩 為何得把自己戳銷 所以就太不合理了 後來正常就去跟那個大法官講 大法官就重新解釋 他說欸 我們憲法裡面有規定 每一個人應該要有選工作的權利 所以他也要可以按摩才行 不能因為他喜歡這個木馬戳銷 所以呢 怎麼了 所以鞋太低齁 我們就要鞋高一點 好 所以呢 那個 後來我們就解釋 但是我們要保護弱勢者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解釋說 現在他要按摩就可以按 他就去按摩這樣子 但他必須自己租一個方式 而視障者呢 你們有去過市任府火車站捷運站嗎 有喔 他有一個視障按摩小站 然後呢 就專門提供給視障者去做按摩的 所以他就不用再另外一部場地 這對他來講有點保護 最後一個 陳介雄 我這邊等一下不會再選 因為他很低 好 我覺得是你們家講台太高 對不對 你們怎麼覺得別人家講台沒那麼好 因為家輪子 好過喔 那家輪子是可以推投的意思嗎 對 那要不要推一下 喔 對不起 我要拆人家的問題 欸可以耶 這是拆人家 什麼意思 我們要就先這樣好了 因為 因為 人名你們已經寫好了嘛 然後你們看不到這一區嘛 對不對 就先這樣好了 你看不到喔 那怎麼看 那怎麼看 那多過去啊 你自己決定啊 隨便啦 你都自己決定 你要去哪 退了換出去 你還在誇張我 好 等一下 繼續繼續 然後所以呢 好 我這邊講完了 對不對 如果公務人員有違法 剛剛說送四百元 你就說 天啊 好 看他要扣錢還是要降薪水值的 這邊 還是要降級 或是禮職這種的 好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都講完了 我現在要講中間 愛恨情仇糾葛的關係 呃 來話中間這條好了 你們是行政院 跟立法院的關係是什麼 來 行政院用對立法院負責 還是倒過來 好 公正是什麼 好來 行政院用對立法院負責 因為立法會代表我們人民 對不對 那請問上立法委員的工作 平常都在幹嘛 吵架 好你看到我是吵架對不對 事實上就是一個茶壺 我平一下 插手 然後就是指著別人罵 好那我們要用政治的用語 不能說他負責罵人 他的工作叫做質詢 什麼是質詢 就是準備一些題材 然後問這個行政院裡面的人 像是教育就問教育部長 交通就問交通部長 就問他們 然後就罵他 那這些部長就站著被罵嗎 對 這樣就沒有功能 對不對 他只是被罵 就跟同學們一樣 所以不對 我問了 你要回答 對不對 對 為什麼 譬如說國慶假期會買高車票 那交通部長就得回答說 因為怎樣怎樣 但大家現在最期待就是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現在才剛來 還沒被罵過 大家想說 看他什麼時候 經理法院會第一次被罵 他罵什麼這樣 好 所以他就要回答他們的質詢 嘛 對不對 好的 我看一下喔 還有一些些你有講到 譬如說總統請提議立委會有講嗎 還沒講還沒用 好來 立法院跟總統之間關係 立法委員可以對總統提彈合跟罷免 我跟他說如果總統被彈合他一定什麼的 對 他一定違法嗎 好 那罷免呢 罷免就是他做的權益你不喜歡 好那我們看看兩條路 如果總統被提彈合 如果總統違法被提彈合之後會送哪邊 他跟我說 是法院的 憲法的 憲法法庭是大法官組成的 有特殊狀況他們會開憲法法庭 沒有他們就在那邊解釋法律 好 然後呢 如果他是罷免的話 因為他給你的錢嘛 對不對 你喜歡他所以讓他上台 你不喜歡他的時候第二關送哪邊 知道嗎 誰投票 你投票 公民投票 喔對 你既然可以投票給他錢讓他上台 你一定投票讓他走 只是台灣的罷免人材很高 不是很貴 很高 所以很難罷成功 到目前好像沒有 對 OK好 所以這是台灣人在罷免 那總統要負責做什麼事呢 換自己好了 就是我們定法律的時候要公布 然後還有發布緊急命令 什麼是緊急命令你知道嗎 知道他有講嗎 就說今天我們發生九二一大地震 然後到底要不要派執政軍救人呢 啊那我打個電話好了 打個電話那我蓋個張好了 張沒有水那我去買個水好了 那我們要開會那我買個便當 你覺得這件事情都做完以後 人還會活嗎 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掌握 黃金七十二小時救人的時間嘛 所以緊急必定就是 總統如果發生緊急危難的時候 他立刻 好 特本上會寫說我們 召集行政院會 開行政院會 然後在行政院會 開完之後再交由立法院 所以把他立刻發布了之後呢 就是就會直接執行了 可是為了怕總統權力太大一樣 所以我們來寫下立法委員的權利 好立委可以定法律 因為他是立法院嘛 再來啊可以審預算 好啊再來還有 如果我們跟外國簽條約的時候 條約安免避衛生 好再來一個追認緊急命令 就是在十天之內 立法委員會看看 總統訂的這條緊急命令 合不合理呢 如果合理 那我們就建議繼續執行 若不合理 立法委員可以在十天之內 把這個戰停掉 好 我應該可以順利的講完吧 因為我還有三個 重大的戰役要講 好 重大的戰爭 那先講第一個叫不信任案 三個講完之後這一課就結束 所以請你們堅強點 請堅強 不信任案是來自英國的 好 在你們到時候高中的時候 你們會學英國政治體制 然後英國是內閣制 所以英國人他們英國的玩家 在選這個政府的時候 他們只選一種東西 叫做 我被拉住了 叫做這個 國會議員 他們只選這個 然後在國會議員當中 比較多人的黨 就會伸出一個手下來 所以呢 他們有一句話叫做 這個需要獲得 國會辦數以上的支持 然後要有一半以上的支持 他才可以 那我們就把他這個不信任案的 這個做法拿來用 所以今天如果立法委員 覺得哎呀 行政院長實在當得很糟糕 我想要他再見 想要他拜拜的話 我們就會提一個東西 叫做不信任案 你們玩過保齡球嗎 或看過別人玩 保齡球就是你任一個球出去 然後他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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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然後把所有品都拿到 對不對 那所以提不信任案 我們又叫做倒戈 就是等於好像丟一個保齡球 然後大家全部一起下台 的這種概念 所以叫不信任案 可是台灣的不信任案 非常特別 就如果今天立委跟 現在是賴清德說 哎我不信任你了 請你下台吧 這個時候就會發生一件事 就赖清德会打电话给蔡英文 然后说 总统啊 请你帮我 减散立法院吧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今天不是立委觉得行政院做不好 所以要叫行政院走吧 结果立委自己本身也要离开 那你觉得如果你是立委 你会愿意这样吗 那你有乡的味道 为了要请那个行政院长走 所以我也走算了 各位同学说你是立委你愿意吗 不愿意 好 所以你猜台湾发生过吗 没有 没有台湾没有发生过 因为这太奇怪了 他一定他要人家走 他自己要走 然后总统就会再打一个电话给 或者是苏家全 说家全兄 你们被解散了 那是被动解散 为什么 是蔡英文要解散的吗 不是啊 他只是接到了电话 好的 因为台湾设计成三个流程 一定要依序发生 必须要这样按顺序 所以好像太奇怪都没有人用过 那为什么叫被动呢 因为我印象到我像法国吧 法国可以双边发动 就要不就是我先导得 要不就是我先解散立法院 然后包奸哪一国 好像总统可以发动 所以各国的状况不太一样 但是以台湾来讲 一定要三个安顺序发生 倒数两个战争 什么颜色 橘色 我要讲 政府里面的钱怎么用 预算跟决算 大家不是要讨会讨吗 你知道讨一次多少钱啊 一百四万 当时我是不是有讲 一百四万 好的 那你知道会讨真诚是谁例的吗 他会是在哪一边 知道吗 行政院对 所以行政院里面有教育部讲 教育部长就决定说好不问我我一直提到东西 定政策 他决定要有一个会讨的政策哟 要不要花钱 要吗 要 我们要找一些老师来出庭幕付钱给他 然后我们要印考试卷 印完之后再把你们送去考试 然后帮你们开冷气锤 再请老师过来接考 所以都要花钱的 那这个钱是谁的钱啊 是我的钱 所以我印 就是花钱印考卷给你们新门好好写 不要交白卷 你第一年考会考不用付钱 第二年开始交付五百块喔 所以你最好第一年就考上 那请问一下这个预算就是我们原先预计要花多少钱 要送哪里省呢 然后送这边 为什么送给立委层 因为花的是我的钱 那我在干嘛 忙着写字给各位看 所以我现在很忙 可是我的钱 在政府那边被花 所以我得要派一个人来帮我看一下 我的钱有没有被乱花 那这个人就叫做立法委员 然后全台湾有很多立委嘛 对不对 所以立委就会帮我问说 哎呀教育部长你这样都不对啦 花太多啦 要减少一点什么的 那让他看完之后他觉得 嗯可以了 可以执行了 就会送回来行政院 这是第三步骤 然后叫做执行 他就是执行政策才叫做行政院啦 执行政策 然后就开始花钱啦 他会把这个老师起来 然后出题目 然后再把考卷硬硬硬 然后再把同学找来 再开始寄给你吹 好的 那今天我们钱花完了之后要做帐 那做帐需要专业会计人 要有专业的人才可以 所以要从哪一个院去审决算呢 就是最后的结果 在侦察院有一个单位叫做审计部 然后里面有审计长 他们是有专业的人士 有关于政府的这个最后包完的那个奖呢 就请他们认专业的单位来附个 好 最后一个 但他今天想 你怎么要昏倒了 救他一下 他大概昏了五分钟左右 真的吗 你给他拍摊 我有点担心 好是活的 好 好 不是之前有一个小朋友 第一节课的时候趴着 后来老师想说他该该累的 就练着 第二节课还趴着 第三节课还趴着 第十节该吃练当了吧 发现昏倒了一个状态 终于有人发现 所以我后来看到人有昏倒了 我都给他咬 我确定他有活的 好 好 故意哦 哇 剪下 嗯 怎么办 我把这个标题杀掉 这里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 大家接起来 最后一条 有没有给他睡一下 因为睡一下精神比较好吃 好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行政院长很可怜 有一个行政院长下台到林权 然后被一张插板的剑 台湾的那个政策设计成 蔡英文不用被骂 所以他有权无杀 应该说比较有权 比较没有责任 然后呢 这个行政院长的有权无权 他常被骂 但是其实很多大方向可能是蔡英文定的 所以他现在插板的剑 从游戏当中拜拜了 然后就犯爱心的完了 好 所以我们等要给行政院长一个特 就是特殊技能 这样才能够对付立法院 才会一直被欺负 好 那他的技能叫什么 再来伙伴 好 之前有一次是 现场平商行政院长的时候 好像是预算太少吧 比如说五十万好了 然后他就是当时的总统 叫做陈水扁先生说 总统啊 我觉得这次立法院给我太少钱了 我好难夸 不知道要怎么执行 你可不可以同意我提出复议案呢 复议案就是指 我觉得这个预算太少了 我想要退回去 请立法委员重新投一次票耶 可以吗 那这个投票呢 如果我们得到的答案是 再投一次 还是一半以上的立委都说 五十万就好了啦 不用再增加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场平就得一直投批 把这个事情做完 就用五十万 可是如果今天送回去要立委 做良心发现 你会觉得说 好吧 我给你们多一点钱好了 这样子你比较好做是 那他们就会重新省一次 所以这是 行政院长的特殊技能 就是他可以把这个 遇上后法律退回去一次 一次而已 好就这样 那这样我来了 我safe了吗 我好像safe了对不对 好那我就慢慢跟你说 新年期还有个副意 你记得吗 什么意思 明露出了问号的表情 翻会 怎么了 怎样 你记得吗 我写给你看 那个副 在开翻会的时候 有一个人提动意 需要一个人怎样 对 他提副意了之后 我们才讨论这件事 那我刚刚讲的副是哪个副 这个副 对不对 那以后 哎呦我都会副意哦 我真的觉得这个意识常注 如果 还有没有什么副意 有的是用在立法院里面的流程 有的是用在你自己个人有委屈的时候 要重新省一次 所以在公民课里面会有四个副意 不过中指有两个 另外很多忘记忘记 然后把它重重擦掉 好吗 就这样解 好想让她的save了 好开心哦 就要跟你说 课本上每个字都会吵 包含图里面的跟 课本里面的 所以每个字都要看 好我讲完了 放晨 你再睡一下 不要吵了 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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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